我和你在一起 乐乐 我喜欢你 同样的话 你对其他女孩也说过吧 说过 王磊 其实 我挺感谢你的 感谢我什么 感谢你对我的厚爱 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 但是你能喜欢我 而且对你来说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其实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还是得说 王磊 我们真的不合适 乐乐你又没有试过 你怎么能知道不合适呢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好 说 我们俩 不论是从生活的习惯也好 还是兴趣爱好 甚至穿着打扮 我们都不大一样 更别说是什么人生观 世界观 宇宙观了 乐乐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活着 你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 你能听我说完吗 你说 对不起 其实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他不一定太帅 也不一定非得有钱 我只是希望他 能是一个有得任感 能够包容我 了解我的人 我也不奢望我这一生活的能有多么精彩 只要平平淡淡 健健康康幸福快乐也就够了 也许 也许这一切都达不到 可是这也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我希望那个人 他能给我安全感 王蓝 不管程小鹤 他是不是个骗子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能给我安全感吗 好 就算我不能 那陈小鹤肯定也不能 他真的是个骗子 乐乐你相信我 他真的会骗你的 我太了解这种人了 你不信等他来了以后 他肯定跟你安排下一次约会 我真的很了解这种人 这么巧 又见面了 是 是挺巧的 怎么样 水凉吗 还可以 阳光挺大的 挺暖和 是吗 你没事吧 没事 有你的关心 还能有什么事呢 我这小嘴儿 花钱买的高级蜂蜜吧 乐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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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足够 我刚接了个电话 要回去开一个会议 今天不能送你回家了 没事 我自个儿能回去 有你陪我真的很开心 帮我照顾好乐乐 好 再见 这 这什么路数 它道往怎么伸的 是吗 王磊 我记住你了 你还差得远哪 我看着你了 你还好吗 那我让你来帮忙 你帮忙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 是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车 买这么多东西 今天做大餐啊 买了一些菜而已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还不让你这么贤惠呢 我是被逼无奈 要不是家里那只猪 就是那个陆飞 人又懒子又雕 饭馆的菜又不爱吃 只能自己下手做了 陆飞真有福气啊 还能让你这么照顾她 不是 要不是她生日 才不懒这活呢 今儿陆飞过生日 我想着怎么着也邻居一场嘛 送个礼物什么的也没什么意思 做顿饭显得比较有诚意 早知道有你这么好的邻居 我一定搬到你家旁边住了 好吧 今天就当一回柴科夫司机 送你回家 柴科夫司机是什么意思 就是司机喽 看不出你被听飞以后 人倒变得冷又末了嘛 老在天上飞 精神高度紧张 这一放松下来 反而有点喜欢上这种生活了 堂堂的机长变成了宅男 这算不算是国家的死事啊 你不也一样 一个训练有素的空姐 不也变成主饭婆了 我这叫繁补贵真啊 我这叫忙里偷闲 你进 把菜放了 你喝什么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马上走了 省得打扰了你和陆飞的烛光晚餐 什么烛光晚餐 家常便饭而已 看 这么多菜呢 要不你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好了 让我做你和陆飞的电灯泡 我再次声明啊 我和陆飞不是你想象那种关系 你要这么说 今天还非得留下来不可 免得日后你说我重色亲友 这样吧 看你有这么多东西要准备 我帮忙你 但是你放心 我会在陆飞回来之前消失 真的不用 来吧 五四三二一走 走 上空 上空 哎呀 哎呀 又是什么呢 哎呀 哎呀 老大 哎呀 自从那女魔头来了之后 我们的日子就像度日如年一样 谁说不是呢 我天天掐着算着等回家呀 就是 你们俩少夸张啊 活得好好干 甭管在哪儿听见没有 是 哎 老大 要不是现在找工作那么难 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受气呢 得了吧 老大比你更苦 你说堂堂七尺男人 还得听一女魔头的话 况且这女魔头 还是被你拒绝来的 哎哎哎哎 说话小心点 非常时期 啊 不想被咔嚓 闭嘴 老大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嗯 就是啊 我把手头这点事弄完就走 你们先撤吧 那你可要快点啊 听说这女魔头可是每天最后一个回家 别你们碰到了她对你 这个那个的 你别晚节不保啊 心疼我是吧 嗯 来陪我啊 踢活也行啊 别别别 她本来就说我形象与公司不符 万一你说我们俩碰见了 她把我真咔嚓 行了 甭在这儿假惺惺的 赶快走吧 老大 辛苦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拜拜 走走 拜拜 事什么呀 牛排 牛排 王总 老大 你到底是在哪里 小气点啊 陆飞 我电脑中病毒了 你 那好多文件都打不开了怎么办呢 那 我帮你看看 太好了 走吧 好 什么情况啊 我刚把其他公司拿来的U盘 插上去变成这样了 那肯定是这个U盘有毒 你坐上 我里面有好多重要的文件呢 会不会都没了呀 还有好多合同 你先别紧张 我看看啊 情况可能没那么糟 不用担心 没那么严重 只要你把文件和系统程序 不放在一起就没关系 谢谢你啊 没事 吃饭的家伙事啊 小刺 陆飞 我 这个病毒很麻烦哪 你看 它很容易复制 要想彻底解决的话 只能把电脑重新分区了 我先帮你备份一下啊 好 麻烦你了 你先回去吧 这可能一时半会儿完不了 不用 我就待在这儿 喝水 谢谢啊 你 你这儿看着我是不是怕我偷看你什么文件啊 我不是这种人 我可没那意思啊 你这种人是吗 呃 卢飞 你是不是挺恨我的 我 我没有啊 不是恨一个人是很累的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怕累了 是吗 是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其实 那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 每次吧 我一踩上油门 我想停都停不下来 其实我是觉得吧 你应该放松 不用紧张 你试着把那个 踩在油门上乱脚 抬抬 你知道吗 每次 伤害你 其实我伤得比你还要重 我经常在想 明明我很喜欢你 却总要把你给推开 冒险 其实我觉得呀 这个爱是什么 这种爱情啊 应该时刻让对方感受到幸福 应该时刻让对方感受到 你对他付出的这种过程 而不是一种强求的结果 你跟冉静就是这种感觉吧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在意 我跟冉静之间 你 你认为 我现在还会吃冉静的醋吗 不是 不是说你们俩之间啊 不用站在最里面 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好姐妹的 对啊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俩当时就成为好朋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吗 我不想说我一直把你当朋友这种假话 但是我 很希望将来和你做朋友 对了 王磊的事情 我会安排的 谢谢啊 对了 那你差不多了 可以装了 你帮我看着电脑 我去拿张碟 嗯 乔克 帮我忙 来来 给我来吧 哎 他 我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居然怎么回事啊 走啊 你没告诉他今晚上有活动吗 对啊 我不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吗 惊喜 你知道吗 女人的惊喜 有时候会变成男人的惊吓的 什么意思啊 来 给你上一课 你想有点小情绪果然是好 但是 要多多少少给他一点暗示 要不然 弄巧成拙 你那不是自寻烦恼吗 那 那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 要我是你的话 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 伤得一个在家里哭等 一个在公司瞎忙 不用了吧 要不咱们先吃好了 口是心扉 害的可是自己 不咱们再吃明词 你会掉 她怎么 Study 在小孩 我stage 我觉得 我需要十分钟 我需要十分钟 但很棒 是我 我需要十分钟 对我 我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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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你必须要不鲁 我需要十分钟 我需要十分钟 我需要 我现在帮你冲装系统吧 好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要不然你先回吧 不用 我陪你 我的意思是说 等你把系统装好了 我要检查一下文件 等你把系统装好了 行啊 那 那你先看会儿书 玩会儿 我这大概还真是需要点时间的 好啊 需要帮忙的话叫我 好 你怎么不接电话 客户打的 我不喜欢下班时间接客户电话 哦 我 怎么了 没人接 不知道怎么搞的 我前面是打通了 他突然就摁掉了 这会儿就一直不接电话 是不是他在忙啊 接个电话能耽误多长时间啊 哪怕他接了说一声 我很忙一会儿再打也行啊 万一这会儿找他求救呢 他不就称见死不救呢 你怎么想说 众人呢 如果没人要去 就说要喷疯了 淼姐 这人在那里 你这些蜘蛛 我看见了 加入两个药 我去跑来 我帮了 我跟你说 乔克 你说他会不会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去报警呢 没事的 别瞎想了 早知道这样了 我就告诉他我今天要帮他过生日呗 真笨死了 哎呀 冬天 好了 过来看看 哎 我资料都没丢 厉害呀 人才 小子 哎 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我得谢你啊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 不用了 我回家休息了 干嘛 我又没别的意思 我就单纯的想表述对你的谢意 我也是单纯的想回家休息了 好吧 那不勉强了 哎 你等等 咱一块走吧 啊 怎么了 干嘛 你放心吧 我开车了不用你送我 我没开车我也送不了你 好啊 我送你 我去开车 哎 我 算了 不等了 给他够个生日 难不成要把人饿死啊 没关系 再等等吧 你等得了啊 我可等不了了 为了准备这顿晚餐 我连早饭午饭都没吃 本来就是他自己不接电话 要怪就怪他自己没口福 今天是陆飞的生日 就被个脑气了 乔科 对不起啊 让你陪我等那么长时间 这样吧 等我过生日的时候 你再当一次煮饭婆 给我做几个菜 咱俩算扯平了 小案子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知道吗 燃静 我其实 真的很羡慕穆飞 她真的很幸福 反过来讲 今天是她的生日 我看你忙前忙后 给她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 我能感到 你也很幸福 我真的很高兴 你能拥有这种幸福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真的该消失了 要不然等陆飞回来 看见这么晚了 我还和你在一起 你们的幸福 就真的该被我破坏掉了 那行 那我送你 好 还有 睡吧 那我也很想醒 看 duper 老大也表现得自然一样的 要不然我多尴尬 不行 我为什么要表达 我很自然 你为什么不相信 那你快 今天18月18日 西洋明年的一二百三十年 今年的结束还有三十五年 让我们去 出现的风发 我居然给忘了今天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生日 我才想起来 真的 这是你生日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王总 感谢你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王总 感谢你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感谢你祝我生日快乐 先走吧 啊 什么意思 我给你当司机 连点报酬都没有啊 我 钱真没有 烂命倒是有一条 好啊 从今天起你是我的了 你干嘛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知道你跟我开玩笑呢 那你那么严肃你吓死我了 有吗 有 那我先回去了 谢谢最近啊 拜拜 陆飞 真要抽签啊 安静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还有点事没跟你说 这说话不方便 咱们去那儿说 什么事啊 别走别说 走 走 怎么了 吓傻了 你今天帮我那么多忙 而且又是你生日 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你生日之吻 也不够分的 我没多想啊 你要是想多了 那是你的问题 我想多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来 这边 这边 乔克 你拉过干什么 这边 这边 你快放手 你干嘛呀 没事 就是想和你散散步 聊聊天 行 你早说呀 你想聊什么呀 乔克 你看 来 我在床 我 曾经喝醉在这儿躺过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就是你和陆飞结缘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 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了 对啊 他就是在这把我捡回家的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在这里蹲点 这样也不会让陆飞 去抢先机咯 远静 嗯 答应我 一定要快乐 难道我现在不快乐吗 远静 记住我这句话 相信自己的选择 有时候用心感受的 会比用眼睛看到的更真实 好 不好意思啊 你们继续聊 我先上去了 我先上去了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了 我先上去 这些摇摇 我先上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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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就是有时觉得你太任性了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你得和自己的身份要相符 妈 求你了 能不能少唠叨几句啊 你不想听我还嫌烦呢 我不说 反正明天啊 我要出门了 我眼不见心不烦 去哪啊 你爸爸觉得我最近啊 太累了 说想带我出去散散心 他挣过几个钱啊 还带你出去玩 不嫌害臊 你带他出去还差不多 不要学得这么刻薄 你爸爸对你挺不错的 平心而论啊 我不管 我爸早死了 他不是我爸 行行行 好了 我明天要坐飞机 我不跟你生气 我走的这段时间 你自己好好的 有事你就找韩秘书 放心吧 你别说难看 你一会儿 你把音乐剧 好 我爸 你都知道 我不如你 想想带我 射手 老板 你 小胆 你 你 有什么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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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飞 占用了你一个晚上的时间 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另外 昨天那个生日之吻没有吓到你吧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应该对你有所补偿 生日快乐哦 虽然祝福晚了点 不过我是很真诚的哦 我最喜欢的 你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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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啦 有点累呗 看你这样 该不会和陆飞闹别扭 能不提这个人吗 怪不得前两天阳光普照 今天就多云转阴了 原来都是爱情人 我怎么可能跟一只猪谈恋爱 我就是爱上猫爱上狗也不爱上他 我说陆飞了吗 别自己往上套 我是叫成亲事实啊 其实啊两个人偶尔吵吵架呢是件好事 这样证明你们俩真有感情 你说谁会整天跟一末成人吵架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跟王磊之间确实是真有感情了 你别提他 我宁愿跟一只猪有感情 也不会跟他有感情 那你跟陆飞好像蛮般配的吧 这是你说的啊 我要真跟陆飞有感情了 你可别哭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微笑地祝福你们俩 那只猪你都不要干嘛飞给我啊 我又不是捡普拉尔的 乔赫你怎么不给我啊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乔赫就没什么 飞机里边什么 冷气开这么大呀 太冷了 来 我给你把这个关了 叫服务员跟他要毯子 要毯子 有什么了不起呢 不就要个毯子吗 至于吗 臭这个脸教训人 有钱了不起吗 哪里的客人 二排A座 头等草莫 去吧 去啊 谢谢啊 来 再喝喝水 喝你一会儿 要点热茶 这凉着怎么喝呀 这多脸 这是您需要的毯子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空调开得太大了 行了行了 赶紧去关的小一点 你说多冷啊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毛毛躁躁的 没事没事没事 你干嘛去啊 你回来 你干嘛去啊 你干嘛去啊 我去拿清扫用品把这个清理一下 你说你这个小姐怎么搞的呀 你做事情怎么一点轻重缓急都没有 现在最关键的 你是应该把我这个衣服擦干 还是你去拿打扫的东西呀 我这不给你擦呢 来 我来擦 行了 我跟你说啊 小姐 我这衣服并不重要 可是对你挺重要的 这证明你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空中的乘务员 知道吗 您说的很对 我 谢谢您的提醒 你去 把你们那个 那个乘务长叫来 哎 哎呀 算了 什么算了呀 我跟你讲啊 从你刚才把这个水弄在我身上到现在 你一句对不起 你一句道歉的话你都没有说过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哎呀 行了行了 我这不是替你在擦吗 好了 没事了 对不起啊 我不接受你这种没有诚意的道歉 好了 快去把你那个乘务长叫来 实在不行 我就投诉你们的那个航空公司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干什么呀 没事 我很抱歉 刚才确实是我疏忽了 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 没事了 你去吧去忙你了啊 你等会儿你把那个什么餐巾纸给我了 给我一点 哎呀 你看我帮你擦就行了 你这个人我跟你讲总是没有原则 干什么呀真是 你像怕人家似的 你这个人家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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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样子是初晓 不是 陆飞啊 你说人家都已经坐在这个地步 你还想怎么样啊 喂 丫头 太贵重了 我这心里头 特别过意不去 你说什么呢 礼物收到了 我很喜欢 真的 你喜欢跟我说什么呀 你该跟谁说跟谁说去 我现在没心情搭理你 别哭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生我气呢 不是 你这已经主动向我示好了 我就以为咱俩就已经不弃前嫌了嘛 谁主动跟你示好了 你别自恋了行吗 喂 快 快 这是女人心还得真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一边让别的男人扒着你的肩膀 一边有送礼物给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叫你 女人 我手上的 喂 丫头 我觉得我有必要给你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是因为 王庆的电脑坏了 我一晚上都在给她修电脑 至于你看见卡片上那个什么 什么生日之吻 没那回事 知道吧 那就是随便的嘛一文 你无聊 不是他妈的 我怎么觉得比豆鹅还冤呢 跟谁发脾气呢你 没谁 还说没谁呢 看你那样 你是不是还在为王太太那一事生气啊 都怪我不好 要不是因为你替我去 就不会有这事了 好了好了 大小姐 别生气了啊 你为这种人生气你犯得着吗 我根本就不会再跟那个女人生气 你就别憋屈了 还有人比你更憋屈呢 你看看 你看看你女的老公 唯唯咚咚那样 老婆 你是不是渴了 我给你倒杯水吧 你热不热 我给你扇扇子吧 你累了吧 要不我跪下来给你当瞪死我吧 男人活成这样够窝囊的 可想而知 那女的平时得有多可怕 以前她连一双袜子都不会洗 有一点不顺心又冲着别人发火 现在倒好 伺候别人 你说什么了 你认识他们啊 我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我一点也不想认识他 我巴不得这辈子我都不认识他 你冲我胸干嘛呀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远婧 你怎么了 你别激动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吗 没事了 没事了 对不起啊 你让我一个人安静待会儿吧 那个猪 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现在没心情搭理你 你们男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自私呢 人安静 你去哪儿啊 人安静 爱情有什么好的呀 老人都给折腾疯了 负谁自私呢 小剑 小剑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 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你的住处 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都是我不好 让你受到了那样的侮辱 可是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是 你当然不知道 你要是知道的话 你怎么可能让我看见 你在另外一个女人面前 低声下气的样子 小剑 咱们坐下来谈谈好吗 我能够到一个女人 我可以做不来的 我可以做不来的 小剑 或者什么 我可以做不来的 我可以做不来的 你怎么办 我可以做不来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能是一个有得任感 能够包容我 了解我的人 我也不奢望我这一生活得能有多么精彩 只要平平淡淡 健健康康幸福快乐也就够了 也许 也许这一切都达不到 可是这也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我希望那一人 他能给我安全感 王磊 乐乐 我喜欢你 同样的话 你对其他女孩也说过吧 说过 王磊 其实 我挺感谢你的 感谢我什么 感谢你对我的厚爱 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 但是你能喜欢我 而且对你来说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其实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还是得说 王磊 我们真的不合适 乐乐你又没有试过 你怎么能知道不合适呢 你能看我把话说完吗 好 说好 我们俩 我刚接了个电话 要回去开一个会议 今天不能送你回家了 没事 我自己能回去 有你陪我真的很开心 帮我照顾好乐乐 再见 这 这什么路数 那道往怎么伸的 好 王磊 我记住你了 你还差得远哪 不管陈小鹤 他是不是个骗子 不管陈小鹤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能给我安全感吗 好 就算我不能 那陈小鹤肯定也不能 他真的是个骗子 乐乐你相信我 他真的会骗你的 我太了解这种人了 你不信等他来了以后 他肯定跟你安排下一次约会 我真的很了解这种人 这么巧 又见面了 是啊 是挺巧的 怎么样 水凉吗 还可以 阳光挺大的 挺暖和 是吗 你没事吧 没事 有你的关心 还能有什么事呢 我这小嘴儿 花钱买的高级蜂蜜吧 乐乐 你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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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土豆 好 好 好